究竟一些公屋戶需要什麽的誘因 才能吸引他們買資助房屋呢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價錢 根據過往公屋租資計劃經驗 有公屋單位只是賣十多萬 做完按揭之後 每月供款可能和租金差不多 有公屋居民說有興趣去買公屋 公屋居民是否想置業呢 有興趣的 因為便宜 現在私人樓那麽貴 屬於自己的物業 始終租始終是政府 中國人的心態都會這樣 所以都想擁有自己 屬於自己的物業 回歸之後 當局推行過租資計劃 涉及39條屋邨 被公屋戶購買自己居住的單位 但是同一棟樓有租戶 又有業主管理困難 詳策會都不建議重推 又已經透過租資計劃 買入單位的住戶 認為買公屋的好處 是不用再做入息審查 但是有利有弊 其實有好有不好 因為那個 maintenance 就真的沒有搞過 我不覺得他們有做過任何維修 像我現在那棟一樣 很多已經是脫皮脫骨 新兼詳策會成員的 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說 買新樓比買原有單位更有吸引力 但是在價錢地點方面 仍然需要其他誘因 建一兩座所謂的居屋 是售賣給隔壁村的公屋家庭 每個都有例子 使得原來的公屋家庭 不主要搬來園區 也可以達成做業主的目的 可以有所謂按揭之助 因為其實他由交公屋租金 到交負擔那個公屋的一切 住屋開始其實大很多 可能是連首期都給不起 裝修也有問題 99年推出的公屋可租可買計劃 除了售價比居屋便宜 政府還會提供大約16萬按揭寶座 令到公屋戶買樓之後 首年每月的房屋支出 只是輕微高於公屋租金 王坤認為經驗值得參考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 如果將來公屋戶多了一種自業選擇 是否可以將較大比例的新居屋 留給法表申請者呢 這一點也值得探討 有關舊師是政府高層的初步想法 防衛會說現階段沒有計劃出售公屋 謝謝